你好 欢迎收看7月9号 到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透过111年度 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 举办了社区空间营造竞赛 8号下午是在李毅坛的 游客服务中心旁广场举行的成果发表会 由社造伙伴来展现社区活力及环境营造成果 除了颁发空间营造竞赛奖项 也颁发7个社区的后续维护管养评比 既有肯定 期判可以打造花莲社区空间的亮点 花莲县府8日下午在收封商 李毅坛观光风景区 举办2023爱恋花莲剑走活动 同时段在李毅坛游客服务中心旁广场 透过111年度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 办理社区空间营造竞赛 在延延夏日参与社造伙伴们 共同展现社区活力与环境营造成果 花莲它每一个社区它有一个它的独特性 另外今年我看到就是 我们把闲置的空间能够再活化 能够成为我们社区可以为社区所用 或者是能够为我们很多这个人 可以用公共来让公共来使用 我想这也是让透过不同的角度 让我们的地方的乡亲 社区的乡亲能够希望哪里能活化 它可以提出来 而县政府给予一些的金贝 让这个平台能够搭乘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那我想社规室跟社区在这个整个 运作上面已经变得非常的成熟 那相关的社区也有一些不错的成果 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年开始 我们由各个社区主动的来 这个邀请其他的社区一起来 这个社区观摩 那看看别人做的成果 那也慢慢的导入这个部落 跟社区的小旅行 希望把这个外地外线市的观光客 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 不是只有看这个社区的生活 环境变得更好 那也让这个社区的经济 让这个社区它的发展 可以变得更好 这是我们未来呢 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 这个成果发表会 特别选在像鲤鱼潭这样的一个 花莲比较有名的一个风景区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 或观光客来看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发展的成果 那我们在这一次呢 我们也特别有这个人气奖 那所谓人气奖其实就是希望说 这个在现场的这个游客或观光客 或旅客他可以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活动 那把他这个心目中最好的社区 给他一个最佳的人气奖 那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参与 把这个活动推广的一个目的 除了颁发空间营造竞赛奖项 也针对后续的维护管理追踪考核 颁发7个社区GU回来好地方荣誉奖座 与5000元维管奖出金 建设处表示 透过社区规划室驻地辅导 以在地角度出发建立伙伴关系协力合作 解决地区环境问题 让闲置空间被重新活化 进一步促进社区产业的价值升级与优化 透过地方创生 展现花莲青山豪水暖人情 永续观光目标的具体成果 记得将帮演员风向报导